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言》 我们这门课 题目叫作 《戏曲织专眼镜石考树》 那為什麼沒有說是矽渠史呢 光說中國矽渠史 說的是矽渠眼鏡史考 巨種眼鏡史考數 因為我認為啊 一個現在矽渠史的研究 忽略了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那就是矽渠劇種眼鏡 才是矽渠史的一個主模 一個骨架 當然矽渠史不包含 不只所包含的範圍 內容更加豐富 那麼這個今天給各位發的講義 就是論說矽渠眼鏡 這就是矽渠眼鏡史的建構 也就是比我們要上的課 更加怎麼樣完整的 這是矽渠眼鏡史 就是中國矽渠史 那強調眼鏡是它一路這樣成長的 如果呢一個研究或者一個論題 你沒有把這個什麼呢 內含建構的清楚 建構的正確 絕對研究不了好學問 絕對寫不出一本好的書 這是我的觀念 我的這個學術的基礎啊 可以說是建立在中國文學系裡邊的各種修為 我們當年的中國文學系 它是拿整個漢學的研究來看待的 不像現在呢 分門別類太多啦 有些大學裡邊 文字沒有啦 經學沒有啦 有些甚至於什麼呢 文學裡邊又分出台灣文學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 這個 對近現代太重視了 所以有俗文學 有近代文學 有俗文學 有民間文學 而這個比較高溫點測的 就並不太重視了 就並不太重視了 而這個比較高溫點測的 所以呢 像以前台大中文系 拿文字來說 從甲骨文 經文 和一般的文字學 聲韻學 語言學 然後其他輔助的 像訓古學 經學 子學 經學各位知道四書五經 子學呢 就自主百家 然後詩詞曲 乃至於考古 古器物 都是有第一位老師 所以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時代 現在呢 我一在 當年 我把裡面許進雄老師 請回來 他現在也不在台大 退休了 就是因為要延續台灣大學 世界甲骨文重鎮的這個地位 他回來了 他果然是非常的這個 影響很大 栽培了學生 可是開始留不下學生來 現在好好留了一位 還可以繼續 一個完整的大學 真正成為漢學中心的 他一定跟我們學科 他一定跟我們學科都有低流的教授 這個我一向很重視 可是我現在好沒有影響力 好沒有影響力 所以在當年呢 我比別人呢 有這個好處 當時受教老師相當的多 所以我後來雖然研究 戲曲 可是如果我沒有文字學的基礎 我就考察不出 聖誕竟末頭是怎麼來的 那完全是一種文字學 這個還有這個民間 這個俗文學結合起來的一種現象 如果呢 我沒有這個經學考證的這個底子 我也沒有辦法利用古文獻 來研究最古老的戲曲的現象 如果我沒有生育學 語言學的這個基礎 我也寫不出戲曲 以及割月間的關係 等等就可見了 一個基礎學問的這個重要 那我慢慢的呢 就以戲曲學為主軸 和戲曲學關係最密切的 莫過於運文學 你戲曲如果不懂詩詞曲 這三個在他之前發達的文學的話 你就無法研究戲曲 所以運文學 我也常開運文學的課 是這個緣故 那戲曲根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啊 從民間來的 所以實文學的研究 我還整理過中英研究院所藏的實文學資料 一萬多種都經過我的手中 做分裂編目 我會寫了一本六十幾萬字的 所以實文學的研究呢 是第一個語意 而民間是一切藝術文學的一個什麼樣 一個肥沃的土壤 也是一個原生地 所以我對於民間的表演藝術 也非常的重視 我參加了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我的一個老朋友 我很尊敬的到十二歲 當年他就是台灣最著名的音樂家 叫許常惠 我和他一起呢 這個他創辦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我參與接替他 我也接替他作為執行長董事長 結合台灣 亞史偉教授 做台灣地區 整個表演藝術和手工藝術的調查 然後把它推動到 這個我們社會裡面 大型的活動 辦了四次 直到我到德國去教授 才停下來 大到什麼程度呢 演出的人兩千多個人 演出的劇種 和手工藝術 一百零九種 光學校來的 各級學校就七百三十五個人 那一種盛大的樣子 是從我之後到現在沒有過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因為這才深入與民間接觸 你對於這個什麼呢 你的研究就有一種根 有一個實質的觀照和歷練 所以民間表演藝術 民俗技藝 也成為我這個什麼呢 作為戲曲研究的語役 但是前面有說中文系的學問 是我的基礎 這提供各位參考 那麼在這樣之下 你研究一門學問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要懂得運用什麼樣的資料啦 資料一般都會拘泥於什麼呢 拘泥文獻資料 在圖書館裡面的 你研究先前的哲學 大概躲在圖書館 圖書館還可以對不對 你如果研究這個歷史的話 你不去做田野考古 你對古史的研究 你就會差一分 我們戲曲呢 其實所需要的資料的那個多樣性是 在文科裡面 在文科裡面 人文社會裡面 恐怕是最多多元性的 當然它還是文獻資料為主體 因為文獻是一種記載 可是當我考察到唐宋堅的戲劇的時候 那麼你如果能夠把大陸在田野考古發現的古文物 拿來這個對應 你會發現許多的這個什麼呢 確鑽著的證據 和古今內合拍的照片 所以唐代的參金系 宋代的雜劇 從那些畫像磚畫像石 但是得到許多的突破 這是文物方面 你一塊碑 就可以證明乾隆年間 昆許已經傳到台灣了 這是我的朋友呢 宏偉柱教授 他在這個 利用了一塊乾隆二十八年的 一塊碑叫戲繩 中國的戲繩有共同的戲繩 就是天上二十八樹的那個藝術星君 藝會寫嗎 翅膀的那個藝 藝術星君的那個碑 為什麼我說藝術星君是 中國戲繩的共族呢 因為那塊碑裡面 列下了五十幾種的劇團的名字 是各設各樣劇團的 那是不是共族啊 而我們台灣有一個昆劇團 就在裡面 他們的捐款寫在裡面 那就可以證明昆許 昆許在乾隆二十八年 台灣就有了 這是歷史文獻找不到的 可是這是鐵的證據啊 你看我說我們中國戲劇 戲劇的觀念 如果戲劇的觀念 是演故事 這樣的觀念 那麼毫無問題 我們中國的戲劇 我這個中國不是現在的這個 去中國化的中國 是文化的中國 歷史的中國 文學的中國 藝術的中國 我覺得這個詞彙就不能用了 不能用 那麼像這個呢 在桌裡裡邊 有個叫方向士 那麼方向士 它就是古代的一個大鬼 所以專門這個來驅挪的 挪就寫審 我們說妖魔鬼怪 驅逐妖魔鬼怪的大使 叫方向士 方 四方八面 像 就是照相的像 這個方向士 在桌裡裡邊 還有問題是有 可是桌裡是什麼說的呢 桌裡是戰國年間成立的儒家 對於中央政府的 子之架構的一個書 這個書 在以前未必實行 但儒家希望有這樣的政治制度 而後來影響很大 影響中國的官司很大 那你說方向士 如果拿文獻來說 都是方向士 只是在戰國年間呢 可是呢 我們啊 在民國二十幾年 發現了殷熙大墓 殷熙大墓 現在還存在 布公博物院 模型都還有 裡邊就發現了 方向士的面具 銅面具 這個銅面具的 這個形狀 記載完全和桌裡的記載 一模一樣 叫黃金樹木 就用黃銅做的面具 有四個眼睛 那殷熙大墓的方向士面具就一樣 可是殷熙大墓是什麼時代的啊 三代的啊 三代是 作出距離現在是三千年 殷熙大墓 少說有幾百年之前 所以像方向士這樣的一種 這個戲劇 戲劇活動 三千多年前就有了 各位 這就是拿文獻來 可以印證 這個什麼的重要啊 印證 文物的重要性 所以戲劇原油 也要運用這些啊 文獻的解讀 尤其重要 你對文獻解讀不精確 對於文獻的引用不得其法 你常常得到的結論 就會差別 同樣一段文字 我引用出來 我分析出來 我可以得到 許多不同層次的這個 意涵在裡面 可是一般文學是 你這麼抄 我也這麼抄 連原文都不找來看看 那這裡邊的疏漏 和這個什麼呢 就很大 所以同樣一段資料 仔細的去研讀 你所看到的內涵 常可以言人所不能言 所以文獻 是重要在解讀運用 這是第二 這是第二 第三啊 早年啊 我比較飛揚巴腹 比較身體好一點的時候 我常率領我的學生做田野調查 不要說我們臺灣整個到大陸 福建 還有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湖南 江西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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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江蘇 浙江 山東 都有過我的足跡 都有過我的足跡 所以我說你看我的書太少了 讀我的文章也沒幾篇才敢這麼說 其實我所知道的這個什麼 劇種超過它太多了 因為我是實際 你看那幾省 你發現我戲 各類型的我戲 各劇種 所以我才敢寫出 這個七八十萬字的地方戲曲概論 那地方戲曲概論 你不跑一跑大陸怎麼行呢 所以這個田野調查 戲曲呢 田野調查 你是要看現在這個劇種 它的生態怎麼樣 它目前的現狀怎麼樣 調查裡邊還要訪問 調查你要懂得如何調查 訪問也要懂得如何訪問 如果調查不得其法 你去啦 是常常呢 沒什麼說話 我的方法 因為呢 我從你們曾老師從三十五歲 就當九黨黨魁 那兩岸都統一了 所以呢 各地這一方面的朋友多 我印象是 要到哪一個地方 一定找當地的教授 黨員遞頭審 請他安排 然後 我的隊伍去了 他坐牌 還要聯絡官府黨員 你知道官府黨員 因為我們去啊 文化局的啊 文化廳的啊 都會接待 那大家能喝幾杯酒啊 車封任命他們一些官職呢 很快就成了熱絡牆 所以 去了 像有一次這個 這個 到福建 那個廳 那個廳長 啊 他是 很熟 他就下來個令 說 曾某某 帶他團隊 到我們來做 這個戲曲的田野調查 反所經歷之 縣市文化 只要 這個 也以 接待 以方便 將成果 匯報本帖 你看 所以每一次去 都有一個副局長陪著 那麼有這一些學者 局長 帶著你去訪查劇總 因為他們是當地人 對不對 哪一個劇團好 哪一些好 你都清楚 對方也看中你 人還沒到 歡迎曾某某什麼的來 都推出來了 那他們請我吃飯 我照例是有來有往的 交朋友要這樣 然後我都事先說 把你們劇團的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資料 希望我們都要一份 如果必須要我們來購買 我們都很樂意 那絕大部分都送你的 所以去了 我的學生都零零了 然後呢 我一定找學生 錄音的錄音 錄影的錄影 我訪問 就記錄 這樣一種團隊合作 效果就非常的大 我再要強調 你要調查 你目的在什麼 如何調查 你訪問 訪問的對象 不是福來醫器 隨便做一個人問的 他所說的話 他的可信度 他的意義說 這個是你的傳說 打個比喻說 為什麼叫車股系 為什麼叫車股 車股就是什麼什麼 大家都有一個說法 車股系 車股就是翻來封覆去 車股就是翻來封覆去 說法都有 各種說法都有 說法都有 不如我到什麼樣 在福建 張州 看到 張州大車股 一看 他的这个什么呢 打击乐器 因为这些民间技术 鼓最重要 打击乐器 用车子在推 所以车鼓车鼓就这样子 到台湾以后 形势变了 意义糊涂了 那么胡说八道就出来了 常常这样 你像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九甲戏 台湾有一种叫九甲戏 那为什么叫九甲戏呢 九甲就是九角 九个人员 然后又这个什么呢 焦家 是南北管焦家 最后呢 民间的这个艺人还说 国咬 高咬高咬国咬 各种写法都有 其实它怎么变的 你把它收起就知道 文字学这时候就要用 鸽甲干鸽的鸽 甲乙的甲 因为高甲戏是 南管啊 南管戏的五戏 加入五戏的南管戏 就叫这个鸽甲戏就叫这个鸽甲戏 因为它直鸽甲的意思 因为南管戏是我们南戏的传统 是文戏 只有文戏 所以特别强调它是鸽甲干鸽 直鸽甲演出的戏 可是民间语言 干鸽的鸽 和我们远南话高地的 高是不是鸽啊 同样鸽啊 那高地的高 第一又可以读什么 高啊 那交通的交是不是高啊 七八九的九又高啊 高高 这语音呢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音同音近的这个 这个额变 这些错误变化出来 就有趣的现象出来 但是你经过田野 经过我们文献的印证了解 就可以找出他的这个 正确的这个内涵出来 所以田野啊 调查访问 常常有的学者 问到一个民间艺人 他说的话就变经典了 然后说他的才对 其他人说的不对 因为他只听到这个人说 像这些啊 都常有 还有啊 你研究戏曲 如果不上剧场 不了解这个戏曲的 这个真正的现代的现象 生态的话 你最多只是 纸上谈兵的传统戏曲 或者戏曲的这种 另外一种学术 把它当做前家之谁来研究 我的老师王国伟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老师不看死 但他因此他只能研究在宋元以前的戏曲 是这个缘故 所以戏曲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资料 就要包含这么多 那么我研究的这个方法呢 第一 讲究文献资料的解读 文献资料解读 今天不能举例和各位说 刚才已经也说过了 你解读错误 全盘结束 就走火就入魔 所以资料的解读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凑 标点符号凑 语意就不清 这种现象很多 我写过一篇文章就纠正了 同样一段资料的运用 把当今学者的这个各种解读 说明他们为什么错的缘故 为什么错的缘故 然后我们是如何解决它 为什么我们有把握 我们的才正确 这个就是靠谜 解读 这是最基础的功夫 这种基础的功夫不能一蹴而挤 要学着你的学养 你的努力 而与时激进的 但是它是一个最根本 所以我排第一 第二 事实上刚才都说过 以文物访查印证文献 以访查观赏辅佐文献 所以核心在哪里啊 核心还是在文献 你要批评一个现在演出的戏曲 你还是要看它的文本为基础啊 你这个文本是这样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文本 你再好舞台本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文本还是你的基础 然后看二度创作 在舞台上如何呈现 呈现的功夫怎么样 演员能不能称子 音乐能不能什么 还是以文本为基础 去讨论的 所以才说 以文物访查印证文献 以访查观赏辅佐文献 一个印证一个辅佐 还是文献为主要 然后呢 先破解关键性 宜然性质问题 你研究一个东西 其中很关键性的 如果你不把它弄清楚的话 那么你所做的可能许多白费功夫 而自己不知道 那戏剧和戏曲 什么叫戏剧 什么叫戏曲 戏曲 这两个字 是 是 起码送人的时候 就绝对有 有哪些文献 胡锡先生还发现 勇家戏曲 戏曲 戏曲 原来是送人戏文 戏文的别称 众文本称文 众音乐称曲 我说这个 另外元代又有 陆極部 又有这个什么呢 青楼子 又有初公路 通通出现戏曲 那像張庚 張英是大陸一個集前輩的 他不懂他就把戲劇解釋成宋雜鏡 對不對 就因為他不認為 諸此類的 我說戲劇這兩個字呢 是唐代 詩裡邊也有 辯文裡邊也有 佛經裡邊也有 那時候的戲劇 和我們現在戲劇觀念是不一樣 一個名詞有它的根源 名詞會怎麼樣 會與時寄進的 它的含義內含是會變化的 他那時候的戲劇 戲劇這兩個字就是什麼呢 戲漢劇 叫副文 各位知道什麼副文嗎 這聯合式的合一副詞 聯合式就是兩個字 兩個字的 分量是相對等的 叫做聯合式 比如說美麗 美就是麗 麗就是美 這種情況 緩慢 緩慢 快速 對不對 都一樣 偉大 細微 都是同一個意義的 那麼因為戲呢 我們說戲弄 所以是言語的古蹟灰諧 中國戲劇的根源 就是由古蹟的動作 加上古蹟的 灰諧的語言 而形成的小戲 這個就是唐代的參軍戲 所以戲劇也不是柏萊品 戲劇也不是柏萊品 所以像明史之間的問題 就是根本性 和這個什麼呢 和關鍵性的問題 那麼你如果說 研究一個問題 隨便一個你要寫的論文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都有說關鍵字啊 關鍵詞啊 懂了沒有 也就是說你要討論這個要點 這個詞位就已經告訴讀者了 你討論的這個核心就在這裡 那你那個核心的詞位 如果自己都不清楚 你怎麼樣 研究的好啊 當然有一位 很多年前 我才四十來歲的時候 他來考我們台大中文系的博士班 他的題目說 杜師風格之研究 杜師風格之研究 我就問他說 請問 什麼叫風格啊 那個美麗的女生馬上瞪著眼睛看我 陳老師 風格就風格 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說我就是不太懂啊 我懂的和你的恐怕不一樣啊 你要研究杜師的風格啊 你的關鍵就在這個風格啊 只是你這個風格是杜師的風格啊 不是我曾永毅的人格啊 也不是李白、李白師的風格啊 但是齊為風格 但是齊為風格 杜師的風格 李白師的風格 王為師的風格 他都一樣的 那麼你如何見過這個風格 利用杜師 建構起杜師的風格來 你是怎麼樣見過的 老師風格就風格啊 就這樣 還有一位呢 要做租公調研究 我問他什麼叫租公調啊 他也不懂 但他可以寫二十幾萬的租公調研究 可見那二十幾萬都是怎麼來的 東超西超的 拼錯亂的 毫無體系可言 所以關鍵性 如果拿戲曲的歷史的研究 請問戲曲的 什麼戲曲的淵源 什麼叫做戲曲的這個什麼成立 什麼叫戲曲的成熟 什麼叫戲曲的怎麼樣 開始衰尾 每一個關鍵性的定位 你要不要把它弄清楚啊 你如果不弄清楚 你的起源和我的起源都不一樣 所以戲曲的起源 不知道有二十幾說啊 二十幾說啊 拿時代來說 也有宋代說 唐代說 各種說 你只要把戲曲的 什麼叫做淵源 就好像我們 什麼叫人的 就拿人來說 不說人類 拿了人的根源 你到底是 男性的精子 女性的卵子 是根源呢 還是生下來的那個小孩 是人的一個什麼 根源呢 你定位不一樣 其實當然就既然稱為人 那個嬰兒就是人的雛形 對不對啊 那個雛形像人的雛形 那個才能叫人的源頭啊 精子卵子只是它過程的元素 過程的元素 要把它形成到那個雛形 中間是要有條件的 所以這個邏輯的辨識 你看根源的這個情況 同樣 什麼叫成立呢 你這個成立是什麼條件 才說成立 你如果這個條件沒有定位 那麼到時候哪一個時代成立 各說各話 各話 所以關鍵性的問題啊 是可以每一個題目不一樣 它關鍵的問題就不一樣 那麼整個戲曲來說啊 就太多了 因為為什麼戲曲的關鍵性問題很多啊 因為戲曲研究啊 到現在不過是怎麼樣 百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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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資料在以前呢 也不太被重視 你明清的死字呢 還根本不把它當作個東西 所以閃逸了很多 閃逸一多 許多啊 就難以補給 有時候發現一個新資料 和原來的這個大家所認定的 又差別很大 那麼光這個新資料 又很難以來正經你新的論說 這些都有 都有 所以疑難的問題 是要注意 但並不容易 我們讀書啊 各位一步一步來 比如說你先 讀經典性的著作 經典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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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呢 就是十不理八九 十全十美呢 幾乎不可能啊 但是經典性的 有十至七八九 就不錯了 然後呢 你能吸收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你又能夠把 許多的觀點 把它串合起來 把它敘述出來 這又第二步 第三 你從這個什麼呢 這個許多觀點 可以分出的高下了 哪一些說的高 哪一些說的下 這又第三步 第四步呢 哦 哪一些胡說八道 不可取 你就有論斷怎麼樣 是非了 道能論斷是非 這個相當高層次 但最高的是什麼 啊 賤人於所謂賤 發人於所謂發 就創建發明 所以學術最高的是 要能達到 創建發明的這種高度 這也是我們應當要追求的 我的這個方法 受到 王靖安先生的啟示很大 靖安先生 各位都知道 他是戲曲學 戲曲史的開山主師也 他做的就是 是 宋元戲曲史 有的寫 宋元戲曲考 我的朋友 岳昌來教授 他考證是應當戲曲史 而不是戲曲考 一般會誤以為戲曲考 事實上是戲曲史 可是他那個呢 有一點烤的味道重 所以有的書把它抵成烤 在靖安先生以前 學術研究 有 只是丁丁點點 成體系 的一種學術論述 是由他開始 那麽他要見過戲曲史 有宋元戲曲史 你看他是怎麽樣呢 他先收集戲曲的劇目 寫個曲錄 曲錄 然後覺得戲曲音樂很重要 所以他又寫了一個 這個什麽呢 唐宋大曲考 他又覺得戲曲的決色 很重要 所以又寫了一個 古劇決色考 古劇決色考 唐宋大曲考 然後呢 他對於 這個演員的活動 也很重視 所以他寫個 U與錄 U 排U的U U與錄 然後他又覺得 這個戲曲的資料 要收集啊 所以 收集了一些戲曲的文獻資料 總而言之 我把它考察大概有十幾種 十一種 他就在這十一種 先做單元性的研究 是不是單元性啊 每一個都單元性 包括對於這個作家的紀錄 因為路軌部 他要先教主 他都教主 以這為基礎 才建構出了 宋元席居室 我在19 這個 六四年 開始念 這個博士 碩士班 我的老師 張清輝先生 以長生殿 洪生長生殿 叫我研究 我那時候要研究個 一個著名的作家那作品 要如何入手啊 那時候沒有人 兩岸都沒有人 尤其兩岸那個時候 正在什麼 三繁五繁 文化大革命的時代 我到哈佛大學 1979年 到80年 到19 不是1978年 到1979年 在哈佛大學 那一年我所看到 美國著名大學的圖書館裡面 有關大陸的這個 學術研究 幾乎掛臉 十年間 文革那時候 好不容易在 哈佛的燕京圖書館 找到一本書 你們知道題目叫什麼嗎 孟江女是一棵大毒草 孟江女是一棵大毒草 實在空白的 那文革以前 有一些好著作 我那時候去 1978 1979就是文革剛結束 所以大陸拍拳的留學生啊 最年輕的都四十幾歲 最年輕的留學生 是那個時代 所以我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在台灣 大中華民國台灣 研究戲曲 以戲曲為學位論文 我是第一個人 羅錦棠先生 他不是戲曲研究 他是戲曲 原雜劇 本事考 是原雜劇的故事的 研究 這不算戲曲研究啊 所以他是我前輩 我很尊敬他 但就論說 他不是這個 我當時沒有辦法 我讀了王國偉先生的書 我說 我得到了一種 學智學的方法 一直到現在 各位可以運用 就是先把你的論題 你要研究的對象 先做一份解析 解析 可以解析出幾個綱領沒落 把它搓合起來 就像王國偉 融會在一起 成為宋元氣室 所以王國偉宋元氣室 才五六萬字 他那些書 加起來幾十萬字 是這幾十萬字的研究 就是精華 所以我也學他 我就先從 長生殿 是唐明皇 楊貴妃的故事 那唐明皇很容易 為什麼啊 歷史裡面有沒有他的 史書裡面有很多 楊貴妃呢 有限 但民間的傳說文學 對他很多 所以我就先寫了一篇 後來變成一個典範之作 叫主題學研究的典範之作 楊貴 故事集體相關文學 就楊貴妃 為核心 歷史的楊貴妃 民間 俗文學傳說的楊貴妃 詩文裡面的楊貴妃 把它貫穿起來 楊貴妃的故事 楊貴妃長生殿的故事 情節會不會脫離我這個東西啊 就脫離不了 那作家 那 我就先研究他的臉譜 就寫了 紅生臉譜 因為他的字叫紡絲 所以我就寫 紅紡絲臉譜 寫了十幾萬字 然後戲曲裡邊 唸在結構 最終的唸在結構 就是他排場的研究 排場就是以什麼樣的情節為核心 配搭什麼樣的戲曲 運用什麼樣的角色 如何在舞台上 運用這個適當的音樂 做表 呈現出來的 一種整體的現象氣氛 這叫排場 所以排場是戲曲內在結構的 實體 和藝術的核心 所以我就寫 長生量排場之研究 寫了什麼樣 他 音律到底怎麼樣 把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曲譜 做過全面性的 校正 這個校正 喔 發生錯 他真了不起 押韻的幾乎沒錯 很少數的幾個字 他的評測率 對我率 然後發現 喔 過程的曲牌 原來有八粒 你看我就是體會出 曲牌的結構 八粒出來 然後可以證明 洪生為什麼 是中國傳奇文學第一 了不起的著作 不只文學 音樂 藝術 一大成的著作 你就可以寫出來 還有他運用角色 只有九個角色 那麼多人物 因此我們也知道 主角 男女主角 以外 其他角色都要 有主辦 有副辦 有雜辦 這三種類型的運用 那麼這些類型的運用 放在整體氣球結構裡邊 你不能說這一場 有猶太人 下一場又有猶太人 下一場又有猶太人 不累壞累死了 所以你要懂得如何穿插運用 這就叫決色的運用 等等 做單元性的研究 寫成了一個書 就是洪生長生殿研究 才五六萬字 可是我合起來的書呢 三十幾萬字 合起來的書 三四十萬字 這個就是從 證明 這個王國偉先生 學到的 那麼我這種研究方法 建立出來的 就後來成為台灣 後來的戲劇研究生 寫作的一個範本 就是利用這個 一直到現在我研究戲劇史 等一下各位看 一樣的 一樣的說法 但是我認為這是最扎實 最負責任的一種 自學的態度方法 而不是把大家的 蒙來一起 同樣的東朝西朝補一補 加上自己一點 這個沒有真正經過自己 系統性的深入和消化 反足出來的 或者沒有你自己的真知事件在一邊 所以各位都不會是好的著作 所以我說見過系統性的這個考數 然後提取各系統性的精華做中和性的論述 然後提取各系統性的精華做中和性的論述 那中國戲劇藝術到底是哪一些過程的啊 你如果沒有弄清楚 你如何去剖戲它呢 那麼以下我就舉這些啊 給各位做說明 我對於戲劇的研究啊 其實是分 橫剖面 中剖面 兩個面向研究 橫剖面是看那個什麼啊 整體的現象 對不對啊 你橫剖面 中剖面是看著它什麼啊 它的眼鏡發展 這兩個 橫剖面 就是戲劇學 反正以戲劇相關的學問 都可以叫戲劇學 所以中剖面事實上也是戲劇學裡邊的一個論題 但是我是把它分開的 因為我認為 中橫兩剖面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樣的 要呈現也不一樣 所以我把它分做兩方面 第一就是戲劇學之建構 這個就在去年我開的課裡邊啊 有好些呢我都講過了啊 比如說戲劇資料論 這個資料論 像剛才大派說過了對不對啊 初分有四種 細分有五種 就文獻 還有呢 文物 調查 訪問 觀賞 這五種的運用的方法 我曾經舉例說明 寫過一個戲劇資料論 劇種論 這是我們這一學期呢 要講的主題 戲劇劇種的觀念 把它建構完整的 是我把它建構完整 以前呢 對於戲劇劇種啊 模糊 也沒有真正去討論它 沒有真正討論它 而且偏向於只是 一個 一個基準 只有腔調 認為不同的腔調 只有不同的劇種 但是我認為 藝術方面 有兩大類型 一種是雛形的 一種是發展完成 小戲大戲 這兩種的藝術 是不一樣的 第二種呢 是體制規律 體制規律不一樣 劇種也不一樣 這在大陸以前沒有的 第三種才腔調 叫腔調劇種 所以藝術劇種 是小戲大戲 體制規律 像別曲雜劇 男曲戲文 然後明清傳奇 明清雜劇 清代皮黃 經劇 這是體制規律不一樣 腔調 地方性的語言不一樣 像昆山的語言 延伸了昆山腔 浴陽腔 海人腔 魚腰腔 黃莓調 腔調 哨心戲的哨心 還有我們的歌子調 等等 這個腔調劇種 在這三個基礎之下 原生很多 它可以說 就是討論中國戲曲史的一個骨架 劇種的眼鏡 就是戲曲史眼鏡的骨架 劇長論 各位 劇長形式不一樣 整個戲曲都會 不管是它的內涵 觀眾 表演藝術的特色 都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劇種呢 你上過去年的課 有什麼樣 廣場 坐機的 有高台揹歌的 有齊書願響的 齊書就鋪上毯子 也有孤蘭獻義的 有宮廷獻賀的 不出這五大類型 你從這五大類型 去探討 劇長的影響力都出來了 在戲曲的 題材思想 內故事類型 以及它的藝術特色 都跟這個有密切關係 題材觀目論 就是 題材 就是你 戲曲 的故事 憑藉的材料 是歷史的呢 傳說的呢 或者杜撰的呢 等等這些啊 就是你 題材 或者是唐人傳奇來的呢 或者宋元 這個畫本來的呢 或者神畫來的呢 這是題材 那麼題材裡邊 就是觀目 觀目就是重要情節 那你有不同的這個 時代 它的題材 喜歡呈現的觀目 重要情節會有類型畫 類型畫的就是現實 為什麼常會有這些類型畫 也都是它的緣故 那不同的時代 為什麼不同的這些呢 為什麼在 宋代 南宋 就出現這個 王魁富貴英這樣的 後來的怎麼樣 後來的什麼呢 什麼年啊 秦香蓮呢 這系統的呢 和它時代背景一樣 為什麼《閻雜劇》裡邊 有那麼多的公安劇啊 那麼多的水服戲啊 有那麼多的歌劇女劇啊 這也是 它的這個時代 不一樣的背景 為什麼明大有那麼多 文人憤慕不堪的呢 對這個義憤填營的呢 發牢騷的呢 因為明大的科技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題材觀目論 這個是整個橫頭面的一種現象 還有角色論 角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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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論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一個關鍵性研究 角色論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一個關鍵性研究 當然我自己說的啦 別人也不一定同意 只有我在四十幾年前寫那篇文章啊 是最可靠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你們慢慢上我課都會知道 我很有信心 我也不謙卑 但是別人的長處 別人的創任 我一定一點不內取 這是做一個學者很基本的修為 我在研究這個題目 是基礎功夫 做到什麼程度呢 來把歷代劇種的重要作品 都翻過 都騰入 出現這個角色 什麼時代的 什麼版本的 什麼樣的出現 這個角色 辦事的人物 是什麼樣的性質 他在劇中上的地位 是藝術上的地位怎麼樣 在這個什麼呢 人物上的 整個劇本的人物的地位怎麼樣 這樣一個一個把它建構起來 然後再經過分析 還有這些聖誕經末頭 有關絕世的歷史文獻的記載 古人怎麼樣給他解說 金人怎麼樣胡說八道 也都要匯萃起來 你要說人家胡說八道 要不要批評 他為什麼胡說八道的緣故啊 也要啊 果實他是有他的想法 所以發了相當的這個基礎 你們慢慢也會發現一個現象 資料和資料擺在一起 有時候他們會碰撞會自己說話 自己談話 你看 他就寒腸在一邊 有時候呢 你從哦 許文長說了這句話 給你的觸發 給你還是點亮了什麼東西 你由他引申出來 發揮下來 替他找證據 就證實了 所以我寫過一篇四五萬字的 戲曲決色概論 這個戲曲決色論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結構論 結構論啊 觀測到我對於 自學的一個根本的態度方法 我認為啊 學術 或者 各方面都有共性 會不會有特性啊 有特性 你譬如說文學 或者 把它縮小範圍 戲劇的研究 中西戲劇的研究 同樣是戲劇 會不會有戲劇的共性啊 會不會有啊 會有 所以有些理論 我們可不可以借重啊 就可以借重 因為它 是可以有這共性 可以運用 可是西方的 戲劇和中國的戲曲 在體制隔離 在這個語言運用 在藝術的呈現 差別大不大 差別很大 你如果都拿西方的 來要套我們中國的 會不會牛頭不對馬嘴啊 會不會你自己像一頭牛 被人家用那個什麼 把你牽著鼻子走啊 就會 因為我們有各種 各自不同的特性 這些要分清楚 我們的特性 就要用我們自己的 共同的共性 可以 可以適度的觀察 適度的觀察 因為一個理論的建構 是基本從這個文學生發出來的 而不是人家 在他那個文學的 職性裡邊 研究出來的一個理論 你要來套在我們的身上 這個是兩岸 近代的這個學術研究 一個很大的危機 信心不足 就要弄一些洋人的 你才覺得你博通中西 其實是錯誤的 這個在2014年 我去年上課也收到這個事 你還記得吧 如果你那一堂課來聽的話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 有一個國際戲劇學術研討會 我做專題講演 我就提出了 所謂的戲曲結構 論說戲曲結構 題目是論說戲曲結構 我說 中國的戲曲結構 和西方的是不一樣的 戲曲和小說 是不同的問題 所以也不能拿小說的結構 來套戲曲的結構 這邏輯有沒有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我說我們的 結構的觀念 這兩個字 結構的觀念 從開始用這兩個字 是什麼意思 那麼在戲曲裡面 它又是什麼意思 古人對結構觀念 只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而就沒有全部關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建構完成 所以拿古人的這個結構的觀念來看 和小說結構就沒多大差別 可是現在的結構觀念 就不一樣 現代結構的觀念 我還是從我們的戲曲的 本身出發的 本身出發的 它有外在結構 有內在結構 圓閘劇一本四者 對不對 一人獨唱 是不是圓閘劇 只要做圓閘劇 是不是都要這樣子 你看著啊 這次圓閘劇已經定型的 體制規律的外在結構 就好像這一棟 這個什麼大樓 它已經告訴你 一坪 一個空間就有多少坪 多少長 多少方 有幾根柱子 這些都已經把你建構好 所以也不能變了 就是外在結構 可是戲曲有內在結構啊 那就是藝術 如何建構這個戲曲藝術的內涵 呈現給觀眾 這是具作家為主體 演員為呈現的在體 那就是排場結構 所以我說如果拿西方的拿古人的 就會有什麼問題 好 第二天 最後一場叫做座談會 八個 比較有學術 學術比較著名的學者 兩岸 兩岸 日本 韓國 還有 法國 學者都有 就談的是什麼呢 文學理論 應當怎麼運用 中西文學理論 應當怎麼運用 一個一個發言 大體上說來 都贊成 兩者都可以 利用 沒有說要效法西方的 這個為數很少 幾乎沒有我沒聽過 都覺得可以用 這都是對的 可是輪到這個 法國的學者叫安必諒 我記人的名字 常常是記不住的 不過安必諒我都不會忘記 因為他說到我的心坎裡 他是個女生 那個說的中國話 比我還標準 所以我聽得清清楚楚 他如果用英文我大概就完蛋了 大概也聽不到多少 他呢 說了 他說你們現在 你要不要知道 美國的一些文學理論 啊 戲劇理論 都來根源什麼呢 根源我們法國哲學家的哲學思想 我們對於這個法國的哲學家的哲學思想 我們法國人都已經 抓不住都看不太懂了 又被美國人把它翻譯過去 又做融入文學理論 那又擦了 然後呢 你們中國人 又把它翻到中文來 又擦了 他說所以啊 這些是用起來是很危險的 他很危險 那李歐范 他是主持人 他說 所以啊 我對於學生的運用這個理論 很重視他的根源 啊 那麼有人問他說 這種呢 好用西方理論來套 中國學問的 兩岸哪一邊呢 最厲害 你們猜說哪一邊厲害啊 當然台灣受到的影響最厲害 台灣的最厲害 所以啊 凡是我的學生 我都 不要述點望主 不要忘了 一門學問的根源 就是學問本身 理論 理論 是自己研究了透徹以後 就可以把它這個什麼呢 建構起來的 你看我也建構出 評治中國戲曲的態度與方法 我的那篇文章影響很大 因為它是我體會出來的 所以啊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是激憤於 當時候台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合作 在中外文學合作一個戲曲批評 那個時代的這個什麼呢 植文坦牛耳朵外文系 那我心裡很不舒服 我研究戲曲的 你們怎麼可以拿西方的來任意宰割 為什麼這個人說 墮兒淵是悲劇 那個人說他是通俗劇 那個人說是什麼什麼劇 我說這是套嘛 這是套嘛 所以後來我在38歲的時候 和姚依偉先生 姚依偉是當時候 台灣這個研究西方戲劇 很有成就的一位學者 他連被打耳朵 我們聯合講演 他主張 中國戲劇有悲劇 我主張中國戲劇沒有悲劇 這個很什麼的對了 我說因為悲劇的觀念 中國人很簡單 只要好人不得好報就是悲劇 悲劇 悲劇就這麼簡單 好人不得好報就是悲劇 所以呢 為了彌補這個中國戲劇 有太多一種補償的現象 為什麼梁珠 梁珊不住英台 讓大家那麼感動呢 變成兩個蝴蝶 大家又高興了 飛得多漂亮啊 他們愛情你看 終於在天上完成了 這種啊 多如牛馬 類似這樣的現象 多兒 明明這個什麼呢 是冤死的 他的鬼魂就可以出來抓壞人 可以出來這個當庭辯論 這就是補償的作用 因為多兒時可以三年抗旱 可以六月水 六月下水 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心裡的一個 另外的一個 思想背景還民情風俗的一種呈現 所以我說如果要拿西方的來套 我也可以套出很多悲劇來 所以拿多兒來說 多兒從小就沒有母親 七歲就是什麼 被賣為養女 他能不能抗拒啊 這是命運 這是什麼呢 命運悲劇啊 多兒在那邊 這樣這個五週的社會裡邊 被貪官污吏 被壞人害死 是環境悲劇啊 是環境悲劇啊 多兒呢 那麼勇於抗爭 罵天罵地 對於貪人什麼 這是英雄悲劇啊 個性很強啊 我套了好幾個悲劇 所以我說 但是 如果你打開在整個中國戲棋 對於背景的 這個原生的背景 中國人的思想觀念 來說 中國的這個愛情 的觀念來說 把整個中國的愛情觀 把它觀察出來 那就又不一樣了 你平時說 牡丹亭 大家那麼喜歡 因為它說出了事 大家不能做得到 而世上心裡邊 的一種共同的一種期望 它裡邊鼓勵你呢 就是說 真正的愛情 出生日死都必須要完成啊 這種思想理念您看 很少有的 所以它能打動很多人的人性 但是這不必要求諸於這個什麼呢 西方的這個什麼 在我們中國的愛情的觀念 理念 把它梳理下來 它就有了 所以我並不是呢 封建或者東風的腦筋 要來驅除呢 我心中所認為的西方圖書 西方人絕對有許多我們可以 來效法學習的 我只是強調 不要迷失自己 不要盲目的這個什麼啊 盲目的效法 這是強調不要盲目的效法 不要迷失自己有的 我們自己也有許多很好的東西 只是民主著尊心 一百五十幾年來 把我們這個 心靈挫折得很厲害 沒有著尊心 所以啊 常常呢 做活動 我這個自身心很有 所以我不管當年在 哈佛大學 史丹夫大學 密斯根大學 我都是教他們 養學生來學我的 所以我的英文一直沒有進步 是因為沒有機會和他們說英文 這個對我影響很大 很大 但是呢我就是覺得 我們也有我們的好處 該呈現的時候也要呈現 好 那麼創作批評論 這個創作批評論 就剛才我說的 我認為為什麼把創作和批評擺在一起呢 我認為一個創作者 應有的修為和一個批評者 其實是等量器官化等號的 一個創作者 如果沒有這個什麼 本身條件不具備完成的話 你創作不出什麼東西來 好東西 一個批評者 如果不對於這個你批評的對象的 完全盤的了解 就像創作者 對你要創作的文體 特質 等等 都全面了解的話 你創作不了好東西 批評者是不是也一樣 所以我認為創作批評論是可以合一的 就好像什麼呢 表演見賞論 你要表演 你如果不了解 我這個表演藝術 你能講求哪一些條件 才過程表演藝術的高水準 就好像你要見賞 你不知道這個表演藝術的內涵 什麼才是真正的過程元素和高水準 你如何見賞 所以表演見賞也是合而為一的 我是這樣論述的 不像別人把它分開 其結果就反而互相糾纏不清 這個 像創作批評論 我剛才說過了 我是建立了一個 態度方法 但是這一些都必須要從 古代一個根源說 說到現在 要古今兼顧才能見過 只溺於古 你就忽略於今 就不完整 你拿紙拿現在 不這個什麼呢 不這個 觀作於古代 你也就無根 無根 所以最近不是什麼文言論白話文嗎 那其實是腦袋的問題 意識觀念的問題 可是我一天到晚記者 在訪問路遠 我都討 能討就討 我很怕被抓到 就說幾句話 我說的就是重要的 你文言白話有什麼好爭的呢 兩者都是重要的表達工具 你白話文 如果把這個什麼 文言文有過的 這個文學底蘊 抽離出來 那你 胡適師先生 你不是叫他 胡說八道 你到哪裡去的先生 是不是 四肢不是往哪裡去嗎 胡適師 你往哪裡去的先生 我這個當然是隨便說一下 有時候一句很簡單的話 就可以代表非常豐富的那樣 應用到白話文裡面 不是也是很好的語言嗎 還有白話文不是就是 不是日常生活的語言 它已經也是成為文學的語言 這個是沒什麼好爭的 這裡邊還有藝術本質論 我為什麼沒有說藝術特質論呢 因為特質就要中西各方面比較出來 我不懂我沒有辦法 我的學養沒有辦法 監通日本的監通土 我要取得印度的或者西方的古今 所以我只談我們的 所以我說本質論 是戲曲裡面本質的東西 這個我可以談 歌樂論 我最近才出來個說 歌樂也是個非常麻煩的問題 戲曲音樂 可以說達到中國傳統音樂最高的程度 是戲曲音樂 比任何一個音樂都要高 還有戲曲牛拜 也吵了幾十年 幾乎從這個 吳齊安先生開始吵到現在 我寫了一篇文章 在這個北京大學 和香港中文大學的 他們的合辦的這個學報 然後把它理清 流派論只有京劇 在戲曲裡面只有京劇才有流派 在京劇那一種系統的 施戰系板腔體才有流派 像昆劇這樣的曲牌體的 齒曲系曲牌體是沒有流派 因為流派是呈現在個人 個人 要成流派是不是這個藝術家 本身可以充分發揮自己啊 經濟可以 昆劇受到的 內外結構的 尤其音樂的 曲牌的 制約太厲害了 制約太厲害了 所以個人的這個藝術呢 要發揮 也就是說他有那個 共性太強 個性怎麼樣 弱 但是 經濟這一種 施戰系板腔體的 是可以 個性強 共性怎麼樣 制約寬鬆 基本的觀念是這樣 當然也要古今 學者的錯誤 那戲曲名家名作論 就是剛才我說的 像長生殿這樣 第五呢 戲曲史的建構 總破面 意思就是拿戲曲劇種眼鏡史考樹 作為它的骨架 然後把你研究所得 戲曲創作批評論 這個很剖面的 和中剖面 這要變成中剖面 表演賤賞論 明家明奏論 把它融到 戲曲劇種眼鏡史考樹裡邊 就構成了戲曲眼鏡史 就是 那幾個論 就是談得怎麼樣 它的肉 劇種這個是什麼 它的骨架 這樣才血肉均嚴 今天和各位 談了我簡單 個人的研究的 這一些 你們把這一篇看 下禮拜我們談談 戲曲眼鏡史就見過 好 謝謝各位 嗯